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18号星期四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重点当然仍然是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了 会议发布了公告 但是在我们分析这个公告之前 我们先聊一些小的插曲 那就是最近几天 网上尤其是海外的简体中文圈 盛传说董事长中风了 这个消息我们根本就没有提 因为这种毫无根据的揣测 和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节目要什么 要事实第一立场第二 虽然在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 我们不太可能每个事情都确认到百分之百 但是对于那些明显的造谣 明显的带风向 明显的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和主观意愿 编造新闻 我们对这些都不予理会 但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 就是这一次 甚至有很多很资深的媒体人 我还相对比较有好感的一些媒体人 也给我猛发 说的会声会色 说哎呀 董事长中风的可能性很大 昨天蔡奇主持会议的时候 董事长讲话 意气风发的他挥拳喊口号 主要股东们跟着挥拳喊 然后全体员工也跟着挥拳喊口号 气氛非常热烈 紧接着董事长嘴巴就歪了 一下子扑倒在了桌子上 股东们乱成了一锅粥 把董事长紧急送往301医院 菜头命令所有股东和员工不准拍照 拍了的立即删除 连现场所有的党媒记者的相机 都已经扣押了 由中央警卫局保管 确保删掉所有的照片 才能还给各家媒体 你看说的他们多像 拜托这不符合常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这个三中全会这么重要 习近平要一连四天坐在主席台上 他有个风吹草动 不用说中风了 他该出席的场合没有出席 这么几百个人的会议 不可能做到严丝合缝 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 另外在北京的外媒 虽然这些年受到了外交部的打压 很多不听话的外媒都走了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 他们会紧盯着关键场合的关键人物 那就是习主席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外媒早就报到了 但外媒报了吗 没报 这就说明是假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 大家同等的条件下 你如果能看英文媒体 你就不要看中文媒体 如果只能听得懂 看得懂中文媒体 你就看我们 别人你都不用看了 我们至少能保证 全力以赴 尽力做到事实第一 立场第二 另外 造这种谣的人 也太小瞧了 当今对中央领导的 保健水平和保健服务 那是严防死守 滴水不漏 在这点上 中国比美国的体制优势 那更是不知高到哪里去的 你看 川普刚出了这事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拜登今天也传出消息来了 最新流行的 新冠病毒的变种叫flirt 拜登又中了 又中了 所以怎么可能呢 习主席在全世界都得新冠的时候 他得了吗 他没得 所以中南海保健小组 对中央 尤其是习主席本人的卫生保健 做到了全世界最顶尖的水平 没有之一 所以他的健康状况一般没问题 再说就算是身体可能某段时间有点小样 有点小不舒服 有点迹象 那在这种重要的全会召开之前 中央的这种医疗小组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 确保这几天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在这一点上 美国就就更差了 就更差了 事实上我们对比一下 你看拜登在跟川普辩论的时候表现极其差 极其时长 说话都说不利落 在过去和北约的这个和这个会议里面还把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这个泽林斯基尔叫成了普京 这都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外交场合的巨大事物 但美国人他不在乎 美国人不要脸 不在乎 不在乎这些面子的事 结果怎么样 在他第二次发表讲话的时候 在北约就在和川普辩论表现失常以后 在北约的讲话上 那拜登就表现的判若两人一向的状态就好了 我告诉大家 不是打针了 就是吃药了 就是一定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 确保他们在某个关键时刻 要顶得住 那这一点拜登都能这么做 比他们高出一万倍的这个中南海的医疗保健 那更是会做到了 所以习主席在这种场合中风的可能性 没有 没有 果不其然 你看 会议发公告了 而且新华社央视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充分显示 习主席啊 盛世闲庭信步 身体状况也很好 心理状态也很好 那唯一能出视频的是央视 央视的新闻联播里面做了相关的报道 也有实时的一些视频 习主席在听取各中央委员报告的时候 身着身色夹克 坐姿很随意 并不时的用手笔画啊 你看很随意很自信 跟平时开会没什么大的区别 所以你们造这些谣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就说啊 很多情况下 大家要专注于自己的本行 你比如说造这些谣的 通常都是在华人区 要么做按摩的 要么做美甲的 捏脚的 要么就是餐馆里端盘子的洗盘子的 没问题 革命分工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服务的对象 服务的方式和定价不同 没关系 不丢人 但是你要做 你就专注做好捏脚 专注做好做美甲 专注做好按摩 这些事情缺乏常识的事情 街头巷尾当个段子讲讲可以 但是正儿八经座的麦克风后头 把它当成新闻播出来 你们只会扰乱 整个信息场的环境 只会拉低中文媒体的水平 也让我们的观众 从傻变成更傻 总而言之 我也不批驳他们了 还是要做到事实第一 立场第二 这个画面里面 除了习主席 很安然 很自信 很随意以外 还有国外国台办的主任宋涛 进行发言的这些画面 目前已经结束了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这个 决定 全文还没有出来 但是公报已经出来了 公报已经出来了 我们也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公报 不出所料 就是基本上和以前的大会 这个风格 行文的这个调调 差不多 就是充满了口号 充满了空话套话 内容也很广泛 各个方面都提到了 比如提升内需 保障社会安全 改革医疗保健 以及财富再分配等等 那这些目标 在过去几年 已经经常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面 没有太多新意 但是有一点有新意 就是在 2049建国100年 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这个强国目标 对吧 现在在2049 2035之前 又有一个时间点出来了 到2029年 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80周年的时候 完成这次 决定的 改革任务 那就是 2029年 是个关键年 要基本实现 提出的这些改革任务 另外呢 分析人士也指出 山中全会的公报显示 北京将会继续维持既定路线 看不出任何大规模 改革现有经济政策 和发展模式的这个迹象 有相关专家对路透社表示 现在看不到任何 改变宏观政策的这个信号 这一点啊 也让很多人感到失望 应该说是 意料中的失望 因为现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啊 因为经济疲软 怨声载道 企业家没钱 不敢动 老百姓消费下滑 不仅自己的钱包不敢花 中国的工业政策 还是把重点发力 发到了供给侧 就是工厂这一端 但是消费疲软 只能把过剩的产能啊 倾销到海外 但是又遭到了欧美的联手阻截 所以现在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指标啊 没应该能达到此前的预期 与此同时 房地产危机仍然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 私人消费仍然处于低迷的地位 所以公报里面啊 再次强调要积极扩大内需 咱们的节目 昨天前天大前天都提到了 中国的内需啊 现在是中国提振经济的关键 但是在这次公报里面 仍然没有提及具体措施 当然公报是总结性的 希望公报里面没有 但是在那个啊 细化的关于改革的那个决定 那个决定的那篇权文里面 希望那篇文章里面有啊 在公报里面只提到了啊 旨在提升经济安全啊 扩大产出的政策 同旨在增强市场力量 实现供给侧 在平衡的政策之间 显然还存在非常紧张的关系啊 这是这个啊 外媒啊 一个专家做的评测啊 不是原文 所以啊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啊 口号的极大成者 口号扎堆的一个一个一个报告 但是呢 有一点点心意 就是2029年又提出来了 另外再次重申 高质量发展 薪质生产力的重要性 但是也没说到底怎么才是 所以现在啊 问题的观念就是 整个的思维的空 假大空泛化 只给方向 只给一些莫名其妙的口号 不给解决方案啊 这个是很多 我党开会时候的 这个通病 那关于我们昨天节目所说的人事人免 果不其然提到了秦刚 我们昨天节目就说了嘛 秦刚中央委员这个职务 如果拿掉 最适合的就是这一次二十届 三中全会 在星期四新华社发表的会议公报里面 提及原文是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你看 真的把中央委员拿掉了 但是秦刚还是同志 还是党员 这就意味着秦刚啊 还是会保留一定的待遇 会平安落地 如果 经过这么长时间 像对待威风和李尚福似的 要移交司法啊 结论是什么 忠诚诗节啊 信仰坍塌 那这事严重的去了 那就肯定不是同志了 对吧 你看秦刚竟然还是同志 证明他啊 外界揣测的他会下大狱 他会遭受灭顶之灾啊 秦二没有罢了 这个可能性不会啊 他呀 我估计可能会去个 比如说世界知识出版社 当个副总编副社长之类的闲拆啊 平时也不跟媒体打交道了 就此啊 混到 这个啊 退休拉倒啊 当然这也是秦外长 秦前外长 可能最佳的一个结局啊 最佳的一个结局 那相比之下 在公告里面 关于李尚福的表示就更为严重啊 公报是这么说的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关于李尚福 李玉超 孙金明严重违继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 确认中央政策局之前所做出的 给予李尚福 李玉超 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啊 李尚福啊 最后一次现身 北京是去年的8月啊 整整一年过去了 此后便消失了啊 那对他对他落马的猜测呀 很多啊 是两个月后 北京宣布了李尚福被免职的消息啊 这一次 在一年以后 在中央全会的公报里面又予以了确认 另外啊 在三中全会闭幕前后 还有一个事情啊 特别的有意思啊 新华社在15日开幕当天 发布了一个特稿 一万字啊 叫改革家习近平 其中啊 还提到了啊 习近平有改革的家传啊 习近平啊 是继邓小平之后 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 习近平的改革情节意义贯之啊 同邓小平一样 习近平的改革动力 也来自人民的期待 等等等等 这篇文章啊 消失了 没有了 我要向大家坦坦白一下 我在做上期节目提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去新华网搜了好半天 也没搜到这篇文章 但是介于啊 还内外一些比较有权威的媒体 什么新早日报啊 什么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 还有啊 香港的那个南华早报啊 都提到了这篇文章里面具体的一些字句 那我认为啊 我应该相信这些同行 那确实有过这篇文章 但没插着 我一时半会儿啊 我感觉有点puzzle 我感觉有点恍惑 为什么你们都说 他说了这话语 这篇文章我怎么就查不着呢 结果今天才发现 实际已经被删除了 删除了这个事情 比推出这篇文章 更有意义 更值得聊 为什么 新华社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 新华社也姓党也姓习 他之所以之前能够推出这篇大稿子 那得是新华社的社长总编辑 亲自组稿 亲自推动 亲自审阅 亲自订稿 才能推出来 所以啊 他的整个的基调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么重要的稿子 为什么又要撤掉呢 有几种分析 一种啊 就是出于常识 说哎呀 这个吹的如果过火了 可能会backfire 可能会适得其反 这只是人民朴素的一种分析和愿望 我认为啊 你看看整个的全会公报 就可以看出来了 整个的全会公报 也洋洋洒洒这么多字 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了邓小平 就是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啊 这个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官啊 邓小平啊 这个啊 什么什么思想 只有在提到 这个空话套话引用的时候 提到了邓小平这个思想 邓小平理论 提到了邓小平理论 再往后只字未提 什么意思 我告诉大家 也给各界同行切磋 我们不要犯 二十大之前 人事更迭的时候错误 那时候有些人错的有多离谱呢 漫山遍野的分析 说常委会有谁 很多人说李克强会留任 说汪洋会上来 怎么怎么样 甚至有布鲁金斯的 世界顶尖的这种中国问题专家 他分析的名单 没有一个是对的 七个常委你全错 这也太离谱了 那为什么当年错的这么狠 我告诉大家 大家不了解习主席 开天辟地 既往开来的这个英雄气概 和决绝的精神 就是什么他妈前朝 什么江泽民 什么胡锦涛派系 全没有 现在就我自己 只有我一个老大 剩下全是六个秘书 都是配合我工作的 都是执行的 如果当时你们认识到习主席 是这个气魄和这样一个定位 就不会有汪洋入局的那种分析 更不会有韩正会留任的消息 根本就不会有 事实证明怎么样 就是很决绝 现在这一次也一样 什么改革家和邓小平 并驾齐驱 拜托 这时候你应该读的是 毛主席的清元春雪 其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骚讯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指示弯弓射大雕 举王矣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今朝是谁 今朝就是习近平行时代 习主席都已经搞了十年 这都连任了 你们还惦记着邓小平呢 拉倒吧 习主席不愿意和邓小平并肩 当今的中国 当今的世界 只有一个引路人 只有一个人能为世界 7896个行业指明方向 就是习主席 所以甭给我提邓小平的事 结果怎么样 你看 所以新华社拍马屁 没有拍到位 什么改革家 什么邓小平之后的怎么怎么样 没有 就是我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背景是这个 所以从全会的公报里面 就能看出这些来 那另外那个文件 就是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新来化的决定 这个决定 通常是三天后 才会播发全文 那我们希望那个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 让大家感觉到 特别棘手的 挠头的 就是中国的内需不足 内忧外患 怎么解决 希望到时候 有一些新意 等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读 今天就先聊到这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这次会议公报 对习主席 这样现在这样一个态势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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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